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人们总能将一双鞋子穿很久 现在的人们不一样了 往往拥有多双鞋子 为了节约空间也为了美观 很多人在家中置放鞋架 大家都知道家里的任何摆设都会影响整个家庭的风水和运势 而鞋子收纳的是我们脚下的鞋子 所以寓意更是不一样 那么关于鞋柜风水有什么讲究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 鞋柜的风水讲究 一 鞋柜的高度应该适中 鞋柜的高度不能过于太高 这样有妨碍气场的流动性 一般正常的鞋柜高度在仿务空间高度的三分之一 更不宜超过家中小孩的高度 从现实中来讲 太高的鞋柜 家中小孩爬到鞋柜上去 可能会有摔伤的情况 鞋柜以五层高为家 可以代表五行并存 鞋柜少于五层问题不大 多于此层数则属于大计 为此作出解释是 因为鞋属土应该脚踏实地 将鞋放得太高的话 便会影响穿着 走路时容易扭伤跌倒 再者 鞋子代表根基 根基打斗稳 有助事业发展理想 此外 鞋柜的高度最好不要超过房子三分之一的高度 这种说法认为 风水上一般把房子的高度均匀地分成三份 按中国古老的三才学说 上为天 中为人 下为地 鞋柜是储藏鞋的 鞋在外面走路 接触地面会沾上很多污秽的脏东西 所以鞋柜的高度最好不要超过房子的三分之一的高度 让它属于三才的地 这样物有所属 如果鞋柜高过三分之一 占了中间的人 就会影响主人的健康 二 鞋柜的位置已位于门口右方位移 鞋柜的位置不宜摆放在正对入门处 因尽可能地把鞋柜布置在入门的某一侧 鞋子每天踩塌在脚下 难免不结 鞋柜里收纳了很多鞋子 可谓煞气颇重 所以如果把它放在不好的方位 正好可以以煞制煞 在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中 视青龙为祥瑞之手 白虎为不吉之手 所以将鞋柜位于门口的右方 正好可以压制白虎的凶煞 一般而言 人们出门前在右手换鞋也比较顺手 而鞋柜正好位于门后 不会影响房子的整体格局 三 鞋子移藏不移漏 或许有人认为 鞋柜只是放置鞋子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的鞋子摆放得乱七八糟 无任何东西遮掩的话 会让其他人觉得你做事风格不谨慎 另外为了美观的角度来讲 也是不能的 因此鞋柜要移藏不移漏 选择鞋柜要有门的那种 四 鞋柜要整齐干净 若是鞋柜在玄关处的话 必须保持鞋柜的地面干净整洁 也就是等于玄关处要保持干净整洁 这样才有利于家主的运势 五 鞋柜上的鞋 即尖头鞋向外放 现实流行的尖头鞋 鞋头最好向归内放 否则 每次打开鞋柜取鞋时 鞋尖对着自己 形成火煞 久而久之 对健康有害无益 六 鞋柜摆放即对大门 鞋柜的位置不宜摆放在正对大门处 应该尽可能地把鞋柜布置在入门的某一侧 左边更为吉利 因为风水理论由左青龙右白虎之说 左边的青龙位置为吉位 站在屋内脸朝门的方向来判断 适合放一些干净美丽的东西 所以应该将鞋柜置于大门的右边 即白虎位 鞋带脏气 就会抵挡住胸位的煞气 给我们带来好运 七 鞋柜既颜色过艳 鞋柜一层不一路 巧妙的带门鞋柜显得典雅自然 颜色不宜太过绕眼 不宜让人一眼就看出它是鞋柜 比如说可以在鞋柜上放花草之类的 艺术品 这样不仅美观还能够起到很好的催运作用 八 鞋柜摆放即不着地 在摆放鞋柜的时候应该注意 鞋柜应该是要着地的 因为鞋是人的根基 鞋子本来就是脚踏实地的 如果鞋柜悬于空中 就会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容易导致主人走路的时候扭伤 跌倒之类的 九 玄关鞋柜的灯光不能太暗 一是进门鞋柜的灯光 有调节家人健康和残韵的作用 光线不能太亮或是太暗 太亮会伤到人的眼睛 而太暗会招惹晦际灵 最好购买原型的灯具 因为原为发射而间为吸收 很容易就招到煞气的 二 进门鞋柜上放什么最旺财 一 绿叶植物 进门的鞋柜位置放绿叶植物是最好的 比如说铜钱草 绿螺 富贵竹等等 都适合在银梁的地方生长 即便不用怎么打理 也会非常茂盛 铜钱草和绿螺也是比较旺风水的植物 这两种植物的叶片都像金钱 因此也被人们看作是财富的象征 另外 在鞋柜上放绿植 也可以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比如招财树 金钱树等在玄关的位置 赏心悦目的同时 对提升家庭运势也有帮助 二 皮修百贱 皮修是上古神兽 素有能够吞食世间万物珍宝的说法 因此也被誉为是财富的象征 更何况 皮修的特质是嘴大无刚 也被认为吸收钱财只进不出 是聚财的最好象征 由于皮修不适合摆放在对着窗户的位置 而鞋柜大多在玄关进门的地方 通常不会对着窗户 因此还是很合适的 同时 皮修还有花沙的作用 门口是气流运行的地方 也需要皮修这样的神兽来镇宅 三 鱼缸 鞋柜的位置可以摆放一个小型的观赏鱼缸 再养几条鲸鱼 既可美化环境 也可提升财运 鲸鱼一向是财富的代表 摆在门口的鞋柜上 寓意着财富银门 从居家风水的角度来说 鱼缸通常也是摆放在家中煞气重比较凶的位置 而鱼缸就有化解煞气的作用 可改善玄关处的风水 给家庭带来好的运势 四 风水葫芦 风水葫芦大多被悬挂在大门的位置 可以起到挡煞 招财 辟邪的作用 葫芦的谐音为福禄 由于平身大 平口小 也象征着聚财 把葫芦放置在入门口的鞋柜上 既能够避邪消灾 也能够提升家庭运势 使得家庭和睦 五 金蝉厨 在风水当中 金蝉厨是比较出名的旺财风水摆件 有稀财 聚财 土财的作用 对于经商和做小生意的家庭来说 是最好的风水物品 不过摆放金蝉厨是有讲究的 若是嘴里没有含钱 蝉厨的头是要向外的 寓意着吸纳外界的钱财 若是有含钱或者在土钱 头要向内 否则家庭的财运可能会对外流失 六 吉祥自画 玄关是一个家庭中很重要的位置 除了在鞋柜上摆放吉祥风水物件之外 也可以玄关一些吉祥的自画 比如说山水画 银河松 大展宏图等等 都能够起到催旺财运 提升事业的效果 七 花瓶 花瓶是较为常见的鞋柜装饰品 好看又不占地方 需要注意的是 购置的花瓶不要太大 如果鞋柜上的花瓶太大 就会寻兵夺主 此外 鞋柜的面积有限 花瓶太大了 不容易放钥匙等杂乱的小物品 八 桃木摆剑 在鞋柜上摆一两件 桃木摆剑是最恰当的 因为本身鞋柜是一进门的地方放置的 桃木可以居鞋 另一方面 桃木摆剑可以明显的吸收 外来的财富风水进入家里 可以直接促进家中的财富积累起来 有利于招财劲宝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九 观音摆剑 在鞋柜上摆放观音摆剑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让手轻易的触碰 移动位置 否则非但达不到相应的风水效果 而且还会造成其他的负面效应 十 灵弼石摆剑 如果在家里的鞋柜上摆放灵弼石摆剑 从风水上来说 这是极好的选择 因为灵弼石本身灵气十足 再加上放在门口 可以有效促进各种灵气吸入 当然其中就包含财富风水进入家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匠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匠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